我還是要請部長 部長 部長 你那個時候在研考會的時候 你就講研考會在内閣中的部會 就是去監督及管理其他的部會機關 而且扮演著非常完整的內控機制 葛奎若是想通盤了解整個的狀況 研考會就是很好的管道 所以你不僅僅是人員 不僅僅是組織 是你這裡必須要很內部去管理 而且去了解的 現在本席想請問你 因為當時包括行政院 包括監察院 他們都做了八年的調查 本席想請問部長 我想請問部長 因為早上我就一直要求 要把以前的資料要調出來 如果說那個時候八年的時間 他們調查的不夠清楚 那當時的行政院長 跟當時的監察委員 有沒有會持職務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委員這不是我現在的職權範圍內 但是你站在法律的專業來講 你能夠回答嗎 我想其實很多人在這裡都有相當多的法律專業 我今天尤其聽到相當多的 因為你是有代表性 聽到相當多的非常精闢的見解 對 那你就那八年 他應該要做 而沒有現在民進黨說他們沒做好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才要成立一個委員會 那當時是沒有成立委員會吧 那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而且又要再增加臨時的任務 我不管那個任務編組是什麼編組 我會看四年 因為他那時候講 那個剛才的條文講任期是四年 等於也是一個 一個很正式的任務編組了 也不是一個臨時的任務編組 那對於當時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沒有做好 你站在客觀的角度上 你用你的良心告訴大家 是不是廢池職務 我應該不至於導引出 這樣叫做我理解中法律上廢池職務 所以你還是不能在這裡講就對了 我沒有辦法理解 這樣叫做 那你很簡單嘛 你八年的時間 那你在做什麼 我們今天最不平的就是這一點 當時你們用了八年的時間 用監察院 用調查局 用所有的管道去做 然後資料現在不敢給我們 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所以部長 我希望你摸著良心做事 因為你當天在講 講那個 沖之鳥 焦跟倒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覺得 你是一個很有gas的一個部長 但是你從這裡 我看不出你的gas 我覺得整個的組織編制 跟大家的狀況 其實是有一定程度的違反 剛才黃昭生委員有提到說 過去民進黨執政時期 那我們的行政院 有黃黃雄委員 他們然後 然後還有很多對於那些過敏去國民黨的黨產的處理 那個時候民進黨只能針對 行政權所能處理的範圍下去處理 所以說比如說國產被占用的 對不對 我們都已經舉出證明來 國產被國民黨占用了 你們國民黨還不是跟行政院打官司 你們也有賠償啊 那今天這個不當黨產的處理條例裡面 不當黨產的處理條例裡面 它可以對於私人或對其他的進行處理 這個是應該的嘛 對不對 所以這是差別的地方啦 所以也拜託說 我們等一下在討論的時候 針對條文內容嘛 我知道說國民黨要 你們現在必須要去發言 反正這個也不對 那個也不對 但是要講話的時候 要談論這個實質內容的時候 想想過去你們國民黨是怎麼做的 主席各位同學我來做一個簡單概要的回答啦 因為這個委員11人至13人17條有規定 任期4年由行政院院長派任之或是派聘之 所以他的權力來源完全由行政院長來決定 那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19條當他的違法廢除職務 廢止職務或其他私職行為 如果行政院長認為他不試任 當然可以當然可以解任他 這就是所謂照夢能跪之 照夢意能見之的道理 所以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中央選舉委員會也是這樣子的規定 跟這個條款的內容是相同的 不要在這次上面做文章 謝謝